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白米或许就是当饭来吃 不过在这一场成果展里头 还有一项活动相当的特别 主办单位特地找来了 许多样的食品 共同点就是食物的制造材料当中 都有一项原料 那就是白米 白米啊 一开始有准饭水啊 包好 抱好后的第一时间 已是清香四溢 接下来的这个步骤 是本米香能否成功成型的决胜点 那个糖如果太熟 或者是不够熟都不行 那糖如果稠度不够的话 做起来不会碎 那个输啦 如果说它的糖那个稠度够 太过头的话 你做不成 煮好的糖浆和米香比例 得搅拌均匀不说 是天气温度把握时间 才能把米香均匀推平 等候裁切 拥有十年制作经验的师傅 应邀在校园里现场示范 小学生闻香而来 人手一块 我们觉得米香好不好吃 好吃 这种用白米做成复古的甜点 显然是老少咸宜 在那个小孩时代 大成晚的时候 我们有米香吃的 是算比较是一个 比较好的家庭 比较有米香吃的 不过那些小孩 普通要吃到米香的人 是比较困难的 户外有得吃 室内有社区妈妈 手工做的米食点心 让小学生吃得开心 平常比较一下 米香的香甜口味 轻松抓住小朋友的胃 最喜欢哪一种 红米香 喜欢哪一样 红米香 红米香 觉得很厉害啊 我没有在 我没有看过 有人可以做出那么香 无论甜的咸的 共通点就是食物的原料里 要有白米才行 林园社区费尽心思 才促成这场米类美食 大集合 一包包白米除了能当主食 变换一下当点心 似乎也很对味 感谢欧阳朱宇红 采访报道